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要带给大家 周末客庄小旅行的活力补充站 跟着镜头安排自己的假期 也更进一步爱上客家 今天我们继续在台三线上 也就是客家大道上的新竹采访 一早的活力从竹东的中央市场开始 一盒一百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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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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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马丘 三千八 上新的盒啦 一早由不得你还睡眼心松 这活力已经让鸡肠碌碌的武藏庙 提前抗议了 来到水饭啦 水饭 里面中的鸡饭 里面中的水饭 小小滩就已经融合了很多 如果要想了解 这些鸡肠碌碌的传统生活到竹东来你就可以吃到很多客家的西食 在地客庄在地位 在充满客家氛围的竹冬市场 东陵路上这一位 据说是一厢油脂最难忘的 这里是浴菜 种浴菜 十个月后又香 然后带用 我们是传统的客家媳妇 也繁成了三十年 来 关系天朝 天 天朝天 高山的 阿婆 很多都好圈 又泛书 又风飞飘 都泡书的 它是实心的 不是空心的 竹冬很有名的所有的面店 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当小菜 气看看 一六五十五十二十八 转角这一攤 鸡鸭攤远近驰名 年近八旬的老板娘 俐落地操刀 说她就是客家天然饮食的 最佳助角 黄金是我们客家庄才有的 快摆的时候就熟了 两百八 这个拿来腌制起来 这个一定一年几次 冬天才有做 试试看 好香哦 甜甜的味道 牛鸿水啊 不经意差点错过的牛鸿水 硬撑下肚 突腐于京香之小青蛙 这时不行也能到的距离 新竹客家人的艺术导师 萧如松纪念馆是个沉淀的秘境 所以我们要脱鞋周 因为这是老师的规定 然后也代表着客家人的艺术导师 往日弟子规 今日更显客家人那份自持 笔下的游记似乎有了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意义 人生鼎沸的市场里 客家水凡的简单 素食破财的诱惑 一声声的吆喝 活力了小旅行的脚步 用味蕾写下感动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